南美洲亚马逊雨林孕育多样化物种和生态 有地球之肺的美名 不过跟着当地人导览 映入眼帘的却是不一样的风景 雨林深处带了一座炼油设施 高耸的废弃燃烧塔 处理采油过程中产生了有毒气体 其他无法处理的有毒物 却是透过污水排放直接进了雨林里 厄瓜多导览人孟凯佑 从地上抓起了一把油污 粘稠的油污和树叶泥土混在一起 像这样受到油污污染的露天水池 在厄瓜多东北部有880个 孟凯佑所属的石油开发受害者联盟 2005年开始这样的污染地导览 但游客和媒体亲眼见证 雨林地长久以来承受的环境破坏 污染的源头指向1972年 就来厄瓜多开采石油的美国德士股石油公司 根据石油开发受害者联盟的资料显示 自从那时起有6400万公升的油毒废水 和65万桶原油排入河里 1990年德士股石油公司结束采油 离开时只做了部分的污染整治 十多年来石油开发受害者联盟 带了700次污染地导览 有上千人参与 回到市中心 求偿行动市场长期抗战 相关的法律诉讼 已经缠送长达27年 德士股石油公司2001年 由美国石油巨布雪佛龙收购 联盟要求雪佛龙负起赔偿责任 目前厄瓜多东北部的雨林里 还有约千座油井正在运作 当地原住民却常被政府和石油公司漠视 忽略咨询 总是到了油井出现了才发现 被被迫和油井共存 厄瓜多历经数十年石油开采 过去油污污染遗毒人在 雨林里看似清澈的薪水 岸边仍然挖得到油污外流 影响当地居民的农作和饮食 健康状况当然也连带出问题 2018年厄瓜多法院判决雪佛龙 必须赔偿84亿欧元 以清理诊治50万公顷受污染的土地 但是雪佛龙从未赔偿 后来还向荷兰海牙常设仲裁法院 提出诉求取消这项判决 The criminal company, in this case Chevron is running away from justice and this world is built with an architecture that protects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hat commit crimes because there is no access to justice for indigenous people who are made invisible governments and companies form a union that shoves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to one side 亚马逊雨林横跨南美九个国家 每个国家都积极开采当中的自然资源 如何兼顾当地居民和物种的保育 在全球暖化加速的此时此刻 更显至关重要 永续发展雨林 才能为地球的未来续命 装设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